在参加完内地的综艺节目《偶像来了》以后 紫霞仙子朱音鲜少露面 前段时间有人爆出了他的近照好似大妈一样 而近日有港媒拍到朱音皇冠中写女儿一同住游的照片 朱音一身白衣 脖肩为黑色围巾 戴黑色墨镜 看起来神采奕奕 丝毫没有大妈的态势 老公黄冠中赵就戴着黑色鸭舌帽 穿着黑白花色的休闲外套 两人戴着七岁的女儿黄英在商场逛街吃饭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小女儿才七岁 但容貌不凡 看来是继承了妈妈的高颜值 一家三口像寻常人家的家庭活动一样 吃晚饭的黄英想去餐厅下面的滑冰场玩 此时朱音还没有就餐完毕 黄冠中便一把抱起女儿前往滑冰场 这个简单的举动输入到了大家的称赞 网友说黄冠中并没有那种妈妈照顾孩子的大男子主义思想 可以看出黄冠中身为老公和爸爸的尽职尽责 早在参加想想办法把爸爸的时候 黄冠中就表现出了很会照顾女儿的好爸爸形象 小小的黄英也是因为这个节目用可爱和懂事征服了屏幕前的一众叔叔阿姨 不过参加完节目之后为了保护女儿的隐私 让她不受打扰的更好的成长 朱音和黄冠中不再让黄英参加公开的节目 这一次黄冠中也是全程在围栏外面盯着自己的女儿 生怕一个不注意出现什么意外 可见是对女儿非常的上心了 今日香港问题备受关注 明星对于一个中国原则的态度也是受到大家的拷问 朱音之前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说过 自己不建议常住在内地 并且发微博表示过 我爱中国我爱香港的动态 爱国的态度非常明确 这让粉丝们都感觉非常欣慰 两人虽然都是签约的内地娱乐公司 但是对于女儿的上学教育问题 常住内地的想法应该是暂时实现不了的 不得不说由于那些心怀不轨的人 香港近期引发这样的混乱 往后的爱国教育真的是很重要的一环 大家对于朱音一家有什么想说的 欢迎留言讨论哦